河海水溪 河海水溪這條全臺最長的溪流發源於河潰山區 以中年夹带泥沙水池浑浊而得名 而山区河流因为地势起不大 大多是深祸西谷 但对南头县仍爱乡浊水溪周边部落而言 必须面对的却是泥沙淤积出来的宽阔河道 这些淤积垫高河床吞没周遭土地 长年下来水的河川范围变破大 本该向下流的泥沙为何会躲在上游 这些淤积对部落造成什么影响 又该如何解决 青海村松林部落就处在河道灯湾处 遗失平坦 这里种植土壇农村物像露银 河岸旁便可看到银垫中高铁 但事实上以前的豹田现在大得多了 以前的水田第二根柱子吧 第二根柱子这边都是水田 都是元宝地 灾害以后就全部都被冲走 所有的水田也被淹没了 这个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这个二三十年前就陆陆续续都被 两边都被冲走 这个从莫拉克台风以后 然后河床就变宽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松林的桥也被冲走 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万大西上游 万大里面的南西北西 因为大自然的这个灾害 沙子一直下来 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一条西上游 非常严重的淤击 这个桥这么一点点你看 这两边都是水田 这个两边都是水田 桥这么一点点 有没有 从民国九十一年的照片还看得出来 现在是桥到这边来了 将近二十年前的河道 比现在狭窄的多 两侧也种满水道 但如今却只能看到遍地沙石 我以前都在那个河流的半边 从那个水田 就三十年了吧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嗯 我现在就七十多岁了 没有那么高 那沙子都没有那么高 以前是很深啦 那个水啊 啊现在的话比较 越来越 沙子越来越高啦 我们这里的部落 不是很危险 洪水令河道变宽 两岸土地遭到侵蚀 而淤积也造成河床抬升 让河流离附落更近 令亭人担心居住安全 当然会担心啊 现在是 今年是没什么台风了 所以算是 对我们来说是平安的 可是万一 哪一年台风又来的时候 因为上面的沙子 还有万大溪那边 都没有青沙 万一哪一天大雨来 真的这些东西一冲下来 全部下来 我们不晓得我们的部落 能不能保住啦 因为这个转弯这个地方 就这个转弯它又不高 它一冲破这个弯度的话 你想我们这个部落 还会在吗 这个是我们所担心的 因为松林部落 就在河床旁边而已 在河床旁边 继续往下游走 在万峰村曲名部落 出入部落的中央通道 曲名桥下方正在进行 河道整治 将沙土挖开 放到两侧平平 因为严重渔击 桥墩几乎已经被淹没 严重影响桥梁安全 严急以后会被水冲掉 因为这个是我们 对外很重要 我们要的就是这条路 这个到埔里比较近 因为我们的农产 还有建设都是靠 从埔里带支援上来 没有办法捡 第一个你没有输菌 没有输菌把这个河床 给它挖低的话 你这些沙子永远都是 没有办法解决的 一定都是留在上面的 主要就是五届霸 做了快一百年了到现在 它都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清淤过 所以它的河床面积 越来越高 那下面的河床越高 那我们上面的沙子 一定留不下去嘛 所以当然上面会移基 会移基到我们桥这边 族人认为造成沙石无法向下流的原因之一 是下游的五结坝 五结坝是日之时期建造的烂河宴 于民国二十三年完工 主要功能是拦截桌水溪 引水导致月团蓄水紧发电 但在历经近百年岁月中 水坝早已严重淤积 清淤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根本重机械是到不了的 比如说重机械 连小车子要开到那里 都有点困难 所以第一个难度太大 第二个你要清淤的话 那个经费太高 就是说你清了半天 一个台风 就把你清的东西全部都 都前功尽弃 但是你花了 你可能花了二十一 同样的 假如五结来清的话 你要是真的要清淤 你的成本可能会更高 但是不要说一场台风 一场暴雨就把你清的泥沙量 大概就已经 都已经给占满了 水坝堆满泥沙 清不完的继续擠在上游 挡不住的就往下流 就在五结坝下方的五结部落 首当其冲 就是已经整个淤满了 那淤满以后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 它的易红道已经变成白沙道 所以大家很多的主人讲说 为什么我们下游的这个河川越来 淤积越来越严重 因为五结已经没有蓝沙的功能 南投知名景点一间田就位在五结部落旁的支流处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一览大自然的归服神工 而这一块区域过去也曾是族人耕作的原保地 如今族人想要靠观光 为这块土地带来新生命 但土地早已被围存占领 到那个那边不是有一个出来的那个石头吗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脚底下采的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的那个种田的地方 对 对 这个以前很宽的 真的 当然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了 已经河流了 那我们的意思说 那个海还在的 我们还要继续 继续要用 嗯 刚好 刚好那个 现在 部落 光光的地方 他们知道这个一线天 是好玩的地方 这个后面 他们常来这边 所以我们的意思说 给它再整理一下 有 有游客来的时候 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意思是说 要做一个 博刊也好 或是提防也好 也到那边嘛 到那个尾巴那边嘛 没有那么长 应该 合成器 台电 可以 合作 帮我们想这个怎么回 因为这个地是我们 五届的保留地 是最后一个的地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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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在这边 在这边 面对淤积 造成土地流失 或泛滥危机 部落族人 无能为力 只能期盼更多 清淤工程 或希望能够建造堤防 来保护土地和生命 才能安全 就是重点的部分 像保护部落这一段 能够做堤防 那其他你要做什么工法 像 蛇龙这个工法 你们认为是目前最安全的 那你们在外面再来做 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像去年年底 是有一项工程 就是把这个沙子 全部往两边堆放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河道 让河流这样下去 然后 可是他挖 他挖好以后 没有几个月来 差不多一两个月 没以来的时候 又全部被冲刷了 然后这笔钱 我觉得好浪费 所以我那时候有提议是说 为什么不要重点式的 把这个钱花在刀口上 像做一个坚固的堤防 来保护部落呢 不过要在山区 进行清淤或盖堤防 负责管理沙水溪的 水里属第四河川局坦岩 相当有难度 他可能没有离开河道区 但是他把比较深的那个河潮 把它挖出来 让水流可以比较集中的通过 因为他本来拥高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把中间开挖出来 然后把它往两侧放 当然也就是避免说 他会去冲到 刚刚你讲的冲到堤防 甚至说冲到外侧的土地 这是一个方式 那我刚刚前头讲的是书郡 书郡就是把它运出去 把它从河道里面挖出来 离开河道的一种方式 最主要是它的运输道路 它的运输道路太狭窄了 要大量的去去化这些土方沙石 真的有困难 因为也是地方民众担忧 他觉得说不运出去 好像会有 河道会有一些安全的疑虑 那运出去在运的过程中 又对他们生活 产生很大的不方便 大量沙石车在那边跑 民众又不太想要 所以说其实也都是 我们和民众间的两难 既然山地河川地区 清淤书郡不易 那么盖堤房保护部落和土地 会是解放吗 我勉强去用堤房去围了一块地 或者是去保护一个地方 那不可能有不坏的状况 那遇到比较大的台虹事件 它就坏掉了 那或许之前有人提到说 你不做堤房 堤房没有做之前 大家还保有一点警惕之心 觉得说那可能要小心 大水来的时候 我可能要赶快离开 结果做了堤房以后 大家反而是觉得说 误以为说那是绝对安全的 那不会有问题 结果在一些大恐灾事件以后 反而受灾严重 损伤更严重 因为以为安全的情况下 就很放心地把什么财产 生命通通都摆在那边 也都不知道要离一灾 而学者则认为 旅行花钱年年轻淤或是该提防保护 不如政府和部落主任一起讨论 重新规划部落范围 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考虑 水利单位把十年频率的洪水 的淹水范围 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淹水范围 都划出来 然后根据我们的淹水的浅示 重新设计我们的部落 重新设计我们的耕座的范围 然后把要做堤房的钱 拿十分之一来帮我们原住民部落 把它做得更安全更漂亮 我觉得这样子族员会受益 然后我们也达到了这个河岸的保护 预期问题至今仍难解 但对于现在已经受到影响的族人土地 又要如何解决 政府有两条路可以走 你要不要征收 征收了 那就是政府的地 你政府的地 你爱怎么干都可以 你要不要征收 你不征收 那你又会觉得说 那我们在那边耕种 会不管何方安全也好 族人的生命安全 都有可能会受到威胁 那可不可以用平地的修耕补助 比如说你们不要种 但是我一年我用修耕的补偿 假设我要去 去再做人为设施的时候 状况下我可能就去征收它了 但是如果是因为自然条件的话 产生的话 或许就不一定有达到 不一定有可能征收 因为依照水利法来讲的话 它有一些被大自然的现象所所做的话 目前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偿机制 就刚刚您提到的土地的补偿机制 可能就没有了 那当然如果有灾害的补偿机制 可能就是地方政府都会有灾害救济的 这些是会有的 或者是说它的上头的作物的损失可能就会有 但是以土地本身的那个回复的那个价值的补偿可能是没有 大自然灾害往往是不可抗力 对于家园土地就在河岸边的部落而言 预计是族人每天必须面对却始终无解的问题 上游已经严重淤积 但无珠的泥沙继续朝下游堆积 国家的清淤或钙体仿洪尘未必能达到效果 甚至常常在一场大雨过后 一切又白费了 在气候变动更加剧烈的今天 要如何面对淤积 是族人们和政府都必须思考的问题